为什么和尚大都是胖子,而道士都是瘦子?原因很简单。 本来,和尚也好,道士也罢,都各有胖瘦,但小编仔细对比下来后,感觉确实是和尚胖得多一点,道士瘦得多一些。 那么为什么和尚大都是胖子,道士都是瘦子呢?原因一, 一般来说,大多数僧人属于禅宗,除了少林四五僧外,一般僧人每天大多数功课都是坐禅静坐不动,以前寺庙还需要劈柴,生火和山下挑水,但现在和尚基本只在寺院生活,僧人静坐时间更多了,体力活就更不需要坐了。 而道士呢,除了修炼静坐,还需要修炼动工,再者,道士通常注重养生,不会使自己身形过宽,所吃的中药更是吃多,那会使身体变瘦。 原因二,历史上,佛教自汉代传入,是,并不是身宽体胖的,直到唐朝,以胖为美,乌则天为了打压礼堂,开始重视佛教而打压道教,此后,便有了和尚胖,道士寿的说法,随着文化的传承, 心宽体盘的和尚逐渐成了人们的潜意识,而道士呢,爱云游四方,风餐露宿更是常有,还动不动就闭鼓,也就是定期绝食,要不瘦就不正常了,不过也不能以偏败选,毕竟和尚也有瘦的,道家也有胖的,只不过大多数和尚胖,大多数倒是瘦罢了。